平安是月 基督徒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平安 對不對 然後早上的時候我們會說什麼 早安 早上怎樣 安是什麼 平安 所以平安是我們很喜歡用的用詞 安 你平安嗎 平安 你有平安嗎 有啊 什麼叫做平安 什麼叫做平安 沒有生病就叫平安 沒有煩惱就是平安 最近 有一個人說 一年365天你收穫的生活是什麼 我只想說人生再苦再累 其實只要這樣 平安 平安就好 對不對 尤其現在的疫情 我們千好萬好平安就好 祝願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有沒有 這也是我們每天牽掛的就是你的平安 遠離病毒 遠離病毒怎樣 一切安好 我問我女兒也在美國 我本來三月要去美國機票都買好 結果這個疫情開始產生 那我要在韓國轉機 那時候韓國開始有疫情 美國還沒有 那我是怕我轉機把病毒帶到美國去 增加他們的麻煩 因為我又沒有保險什麼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擔心我把疫情帶去 所以一直在觀察 觀察很久 結果沒想到是美國疫情 現在越來越前走 所以要趕快把機票退掉 趕去嗎 那每次跟他們通話的時候 唉 講的話就是有沒有平安 好不好對不對 因為美國疫情現在是真的很恐怖 他在德州 那是重災區 所以只要你們平安就好 好 你認為是什麼平安 我們剛剛問過 你們認為的平安是沒有生病 順順利利對不對 就叫平安 好 平安的解釋 我們來看 我們看我們的中文字很有意思 我們叫平安 平有沒有 兩恨平 不 是平包吻不倒血不凹凸 像水一樣的平 真的就平 好 安壘 有一個房子有沒有 我們中文字很有意思 然後有一個女人 所以媽媽 不是小朋友每次回來 第一句話就媽媽媽 媽媽在哪裡 有一次那個爸爸坐在客廳 然後那個小朋友一回來就說 媽媽在哪裡 那老爸很生氣說 你沒有看到我嗎 你沒有先叫我一聲 從來 小朋友就出去 一進來就說爸爸好 然後下一句媽媽在哪裡 所以家有一個女人感覺就很安穩對不對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媽媽在打理 那好 這是中國句 那聖經 我去查個平安 中文只有平安兩個字 可是在英文的裡面這個平安有很多的意思 你去查查看 它有 well safe peace in good heart 都是翻譯成平安 所以他的中文雖然只有兩個字 可是在聖經裡面的平安 它代表很多意義 你看看 創世紀雅各說 他平安嗎 他沒說平安 那他的女兒 那個禮陽進來 所以他那個那個平安他叫為了 那另外呢 少年人講 少龍平安不平安 那那個平安是safe 安全 對 好 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家 那那個平安就是peace 所以他雖然都翻作平安 可是事實上在英文有很多的字 還有很健康對不對 很好 那也叫做平安 就跟我們剛剛講 我沒有生病對不對 那就是平安 可是另外一個西伯萊文 他的平安是誰 salon 他的意義更多了 所以salon這兩個字代表完全 我們中文的 不只是代表這個中文裡面這個平安 他代表的意義更多 一個人的身心靈全面是完全的 都沒有缺少 這個狀態叫做salon 哇 更對不對 更能夠解釋那種平安的感覺 人為什麼不平安 人 我們一直要平安平安 那你就是因為不平安 所以你才想要平安 對不對 如果你很平安 那我不必祝福你平安 你本來就很好 對不對 所以人為什麼不平安 不平安不平安的年代 現在那個報紙翻出來 你就發現這個社會真的是很恐怖 越來越不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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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不確定的人生 你不知道明天如何 你也不知道這個疫情到底要拖多久 最近昨天才從花蓮回 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 疫情那個旅行社都很慘 我關門 都 都 全部平白 那台灣雖然真的是很感恩 所以現在開始有國內的旅遊 所以我們就 參加一個是我們教會的一個年輕人 然後自己開著公司才開沒多久 就碰到疫情 所以 這是很慘 然後他現在就開始推國內的旅遊 所以我們就去參加 哇 真的是 台灣真的很幸福 哇 遊覽車一步一步 血睡大塞車 你看 所以呢 真的是 但是 能夠多久 誰也不知道 那 有人說要知道那個 那個藥物 發明出來 那個免疫的藥物 或者是抗體 那種藥物發明出來 可是到 發明到什麼時候出來 誰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不確定 不確定的人生 我記得 我怕我講太久了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我爸爸媽媽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人都要生老病死 那死亡哪一個方法是最好的 總要死 那有 有他就說 車禍比較好 一下就死掉 什麼都不會痛苦 話說回來 搞不好還有理培經一點 生病不好 生病那個要拖很久對不對 結果 我爸爸就是撤過 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 什麼都沒交代 心裡都沒準備 他東西放哪 什麼在哪裡 都不曉得 然後突然發生 那時候我媽 退休才 才讓他去國外 完全 他還 才出去沒多久 我們就必須通知他 要趕快回來 那那種心情 又不敢跟他講對不對 免得他再回程 他回來 他是跟旅行社 那他要回來是自己一個人 那那種心情 可想而知 那你說生病好不好 也不好 後來我媽媽是癌症過世了 然後每一天 雖然可以準備 可是你那個心情 像那個 那時候他得肺癌 肺腺癌 他沒有抽菸 我家的人也沒抽菸 可是竟然得肺腺癌 然後那時候 等做切片的時候 他肺腺癌沒有症狀的 沒什麼症狀 也不會痛 也不會 只有一點點喘 所以等到發現的時候 多半都是默契 然後他就問醫生說 那我可以活多久 醫生說半年 他就直接跟他講半年 不過真的半年回來走 所以每天他起床的時候就說 感謝神讓我又可以看到太陽 所以其實你不覺得每一天 像是2020 今天幾號 7月 26 請問 2020的7月26的現在10點半 好 假設10點半 請問你這一生可以過幾次的 2020 7月26 一次 十次 你不覺得 每一天你只能活一次的今天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是要珍惜每一天 你能夠呼吸 你能夠看到太陽 能夠看到陽光 你都應該要感恩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如何 好 當你失去平安的時候 你會怎樣 身心靈都會出狀況 開始緊張對不對 睡不著覺 心跳加速 血壓上升 強迫行為 我平安的時候 我看有人那個門關了一次 還要再鎖 再鎖 我就真心看過人 他要拉好幾次 他要出門一釘了 鎖完他要拉好幾次 然後他才趕出去 瓦斯爐要看過好幾次 有沒有關 所以他就沒有平安 他擔心 所以他會重複行為 然後最擔心是免疫力就下降 你沒有平安 你睡不好 吃不好 你不喜樂 對不對 喜樂的心就是什麼 兩樣 那你就不喜樂了 不喜樂的時候 你的整個免疫力就下來 流汗 口 乾肌肉 緊繃對不對 酸痛 容易加坐立 不安 失眠 這都是我們不平安的時候 你身體就會產生的一些狀況 那心裡呢 精神難集中 然後失去 自信消極 然後 亂哭思亂想 對不對 一有點 好像有點發燒 我會不會得什麼 我會不會怎樣 對不對 你就會一直擔心 憂傷 憂慮 開始可能負面的情緒 看到下來就想說慘了 會不會淹水災 然後會不會這樣 對不對 你就想很多 到最後你就變成 憂慮症 焦慮症 對不對 影響到你的生活 作息的時候就變成症 那你說憂慮和焦慮是好 還不是 還不好 好還不好 好 為什麼 那也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會憂慮 我們才會預備一些事情 但是你變成症 就不好了 有沒有 它影響到你的生活作息 那就不好了 輕微的憂慮焦慮 你會擔心 對不對 那你就把窗關好 或什麼預備好 那是神給我們的 去面對很多事情的一些提醒 但是如果你 我再講 它已經變成一個疾病了 那就不好 然後靈呢 身心靈 靈就開始怎樣 不安穩 對不對 求神問譜 哇塞 有的人從 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有沒有就算 然後算什麼 然後你沒有安心 你不知道未來 你不知道是要去哪裡 你就會擔心很多 那就是贏的問題 好 平安之約 那我們講到約 什麼是約 約重不重要 重要 在我們的生命中 定約 契約 婚姻 婚約 有沒有 諸約 約法三三 為什麼我們要定約 因為我們需要互信 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相信對方 對方也沒有辦法相信我們 所以我們需要定一些約定 譬如像婚約 對不對 生老病死 你要怎樣怎樣 對不對 那對方也要說 你生老病死 我也要照顧 你要愛你怎樣 對不對 互相 所以約是 對誰好 雙方 所以約是一個法律上的用語 就像契約 雙方 進入一種彼此 受條約約束的關係 你滅 那 平安之約 是不是我們也跟神定一個去 你怎樣怎樣 我就怎樣 上帝你要怎樣怎樣 我就怎樣 是不是這樣的關係 平安之約 我們進來 我在 其實我的情目改過好幾次 可是後來想到 這個世代真的是不平安 所以我還是講平安好了 但是 當我要講這個題目 我去思考 我去一直看 一直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 平安之約 並不是後來才定 神在創造起初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預備 怎麼講 第一個 神給我們一個平安的原子 在創世紀一開始的時候 神的心意有沒有 他是給我們一個很平安的地方 各按其類有沒有 神創 創造每一樣東西 他都一定會說好有沒有 創造空氣好 什麼東西都是好 所有創造起了以後 他說什麼 甚好 他希望我們住在那裡面是平安的 平靜安穩對不對 在神的創造裡面沒有懼怕 沒有疾病 沒有什麼 所以神起初的心意就是平安 就是給人平安 可是呢 人上帝還給人一個非常好的禮物 就是自由的選擇 我上禮拜去宇宙廣 黃斌長老講了一個 自由的問題 他就講說很多人都會問 為什麼那個伊甸園裡面 像帝明明知道人會吃那個 分別善二序的果子 他為什麼要創造生命素 那個分別善二序的果子 他不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他為什麼要創造這個 為什麼 其實那就是自由選擇 如果我告訴你 從這綠洲去台北 那你就只走這一條 那你有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你有沒有自由 沒有你只能走這一條 所以神為什麼要創造另外一個 分別善二序的樹在那裡 就是讓人可以選擇 選擇就是有兩種東西 你才能選擇 那上帝創造了伊甸園 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那一顆不能吃 他只給你一點點選擇 那你結果人還是選擇 不聽什麼 所以就失去平安的第一步 就是聽然後相信 那個什麼鬼 蛇惡者所說的 然後又去做 很多時候我們那個賴群組 常常還好你的施葬常會提醒 不要隨便傳 有沒有 很多賴的訊息其實都是假的 然後你就聽了 以為是真的 然後你就怎麼相信 然後又去傳給別人 然後還這樣做 所以失去平安的第一步就是 你聽 如果你連聽都不聽 你也不轉傳對不對 像我聽了以後 他不轉傳的蘋果給他 亞當志就沒事對不對 他聽然後去跟他對話 然後相信 然後又去坐摘下來吃 所以就開始失去平安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什麼 躲藏遮蔽懼怕對不對 他做了以後呢 如果他就趕快悔改對不對 那就沒事了 可是呢 他就開始害怕 害怕就躲藏 然後開始 遮蔽 就是人失去 為什麼他會害怕呢 如果他做的好 他幹嘛害怕 那個小朋友 媽媽說不要吃那個對不對 那個 回家先做功課 不要先看電視 那個桌上 蛋糕等於不要吃 或者是怎樣 叫他不要做 可是他去做了對不對 做了以後他就會害怕 害怕是知道錯誤他才會害怕 他如果不知道錯誤他不會害怕 所以其實懼怕是 知錯的反應 是沒有平安的表現 那躲藏呢 是知錯的錯誤選擇 你會害怕是正確 因為你知道做錯了 所以你會怕 可是你做錯了以後你 去躲藏對不對 那就是你錯誤選擇 你如果做錯了 你去承認你做錯了 那就 那就沒事了 所以 墮藏遮蔽是錯誤的決定 不敢面對不願意面對 罪使人失去神同在的人光 所以赤身露皮會怎樣羞恥 所以他要用素顏遮蔽 神創造人的時候有神的人光 因為像神 因為按照神的形象 所以他沒有那個 他有榮光遮蓋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並沒有羞恥 但是當這個榮光退卻的時候就怎樣 赤身露皮就羞恥 所以他就用素顏來遮蓋 這是第三部呢 更慘了 用人的智慧 因為他說吃了那個果樹那個 蛇告訴他 你吃了以後就會像神一樣的聰明有智慧對不對 所以他吃了以後他就有智慧了 可是這個智慧是怎樣 推卸責任反佛狡辯迴避死不認錯 不是我 這不是我 很多小朋友被打破了花瓶 就說不是我不是我對不對 夏娃亞當也是這樣 夏娃吃的時候不是我 是蛇叫我吃的 亞當說是你創造的女人叫我吃的 大家都沒有錯 都不是我 死不認錯 如果 所以這就是人的智慧 好有智慧 都不是都跟我無關 這就是人的智慧 不會去用神的智慧就是怎樣 承認對不對 悔改那是神的智慧 好 人選者用自己的智慧 管理大地改變大地 管理自己的人生 越管越好還越管越糟 人好有智慧 我以前的時候媽媽買菜 買肉都是超瘦的肉 哎呀好沒智慧 那繩子一下就斷了 那不方便 所以人就很有智慧 創造塑膠袋 塑膠袋多好用 可是結果呢 環境污染對不對 哇你看那個菜 我媽媽剪的菜 那湯吃到 我小哭 他去陽明山租一塊地 他要租 他說要種那個有機的素材 結果每次要去澆水 哇那個蟲 肥肥肥肥的 他說哎呦怎麼那麼恐怖 肥肥肥的 所以那個菜葉都被那個蟲吃掉 所以人很有智慧 哇發明什麼農業 噴一噴蟲都死掉了 結果呢 結果你自己想了對不對 所以 上帝要人用管理 他把所有的食材 那個原子都交給人管理 本來是按照神的律管理是很好 可是呢 人吃了分別三二十五之後 他用人的智慧去管理 就發生問題了 吃的日子怎樣 冰定食 冰定食 這樣 這就是我們 不想面對又必須面對的問題 生存 年老生病死亡 這麼幾個問題 你最怕的是哪一個 都很怕 好 開始 平安之約第二 這個時候 上帝就開始他的平安計畫了 上帝真的不會說 哎呀好吧 你愛這樣 那你選擇你出去 你去死死去 我才知道 沒有 上帝真的是很愛我們 所以當我在做這個 這個演講 這個過程 自己在準備的時候 激勵你們 希望激勵你們 但是實際上是更激勵的 因為我看到 整個神的計畫 從亞當下 我吃了分別三二十五的開始 神就已經開始計畫 他整個救恩的開始 人犯罪之後 上帝願意主動與人進入一種 這種約的關係 讓活在 上帝審判和死亡之中的人 得身的機會 上帝與人這種約的關係 雙方都受約束的 條文約束 約是 互相還是要有約束 可是這個約 人若肯悔改 回轉 上帝就必須接馬人 給人心聲的祝福 所以這個約 上帝約束他自己 只要那個人悔改 我就必須原諒他 第二 人若不肯悔改 回轉向上帝 人就無法得著上帝 所願意示下的心聲和祝福 他就只能夠繼續留在 上帝的審判和死亡之中 所以上帝的約 他應許要給你平安 但是 你必須做回轉向神 你只要做這一件事情 上帝的約中所制定的 固然是完全出於上帝的意思 但他卻是完全為了人的好處 因為愛而指定的 使上帝的公益和此愛得以完全 然後上帝開始他的 救贖平安之約的計畫 第一步 從伊甸園開始 人的智慧用樹來做衣服 樹梅兩下 看那個一下就乾了爛掉了 上帝用皮的衣服 給人自作 用血流血的增蓋 皮的衣服一定要宰殺 一定要流血 所以那就是在整個救恩裡面的第一步 血的增蓋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 終日所施的竟都是惡 然後神把亞當下我趕出伊甸園之後 但是人並沒有變好 人依然在罪惡當中 而且越來越嚴重 所以耶和華雖然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施的意念 是施平安的意念 可是人這麼墮落怎麼辦呢 所以平安之約的第二步 就是方舟 唯一的拯救 唯一的拯救 這也是在整個救恩計畫的裡面 告訴人有一個唯一的拯救 只要你進去 你就可以得拯救 平安之約 神恩典救贖的計畫 就是彩虹的約定 他不再用洪水來滅這個世界 他愛人 平安之約再下來 人他依然做錯 還是依然犯罪 因為罪從一個人進入以後 就一直很難控制 所以神還是定約在摩西那個時代 就定了十戒 讓人認識神的公義和聖結 要讓人知道 他跟一般外邦的是不一樣 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別的神 他要制定一個神的律在當中告訴人 但是人還是生活在罪惡當中沒有辦法 所以神又恩典的救贖計畫 再下來就是贖罪計和平安計 替罪的羔羊學的贖罪 再下來 平安之約不遷移的愛 神一直在舊約裡面 一直在重複 大三可以挪開小三可以遷移 讓我的恥愛不離開你 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 這是連續你的言和華說的 雖然人一直在犯罪的當中 但是神一直用他的救贖計畫 在成就他的整個救恩 也一直在重申告訴人說 我是你們平安 我不遷移我的平安 但是我告訴你們的這個約 我告訴你們 可是你們要遵守 你要相信你要遵行 只有這一點而已 沒有別的 但是人還是很難做到 神的救贖計畫 他就在舊約就已經預告了 有意因還為我們而生 有意指財 施給我們政權 比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測試全能的生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一直在預告 這位羔羊這位和平的君 在未來整個救恩及行最後的出現 在舊約時代就已經一直在講 神的公義人沒有辦法達到 但是神要告訴人 他是忌邪的神 他一直要重複 為什麼實際需要定出來 就是要告訴人 他是一個公義的神 他不是慶慶善善 那天那個有一個木道友 他問我說 為什麼一定要信你們耶穌 你們基督才是唯一的 這個世界那麼多 都是行好事 信宗教都是一樣 都勸人為善 都是好的 但是神一直提醒的是 每一個國家有每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 對不對 你要住在台灣 你要守台灣的規定 走路靠右邊開車靠右邊 你去香港 你不能說我在台灣我開右邊 為什麼你香港要走邊 你要去那邊你就要遵守他的法律 對不對 你去美國你要成為美國公民 你就要遵守美國的公民的 他要負的責任和你的義務 那同樣的天國 你要進天國你就要遵守天國的規定 天國就是我是獨一的神 我怎樣我是公 你就要遵守那些 不然你就不要進天國 天國就是這樣不是慶慶 所以你要進哪一個國家 你就要遵守那個國家所制定的東西 所以在十屆裡面 神就制定了天國的法律 和他的規定條例 那你要進天國你就要遵守他的條例 不然你就不要來 你要去美國你就要美國的規定 不然你要宣誓對不對 我要怎樣怎樣 你才能成為他公民 同樣的你要成為天國的國女 你就是要這樣 所以十屆就定出這樣的規矩 可是上帝連續人知道人很難搬到 因為人就是在罪中的罪行 所以才會有贖罪祭 祭平安祭這些祭的出來 然後然後 但是神還是一直告訴人 有一個平安的君要來 神又興起了士師 君王 然後又興起了很多的先知 一直在預告很多的救恩 很多神的心意 可是人一直都沒有去遵行這樣的 沒有聽進去 三分鐘熱度然後沒了下又偏禮了 所以神的恩典救贖計畫後來沉默了四百年 沉默不等於沉睡都不做 不是沉默只是舊約 舊約最後一篇 馬拉基書和新約的第一篇 馬太福音記載的事件點相隔四百年 所以神我們又稱他叫沉默的四百年 可是事實上神並沒有停止他的救恩計畫 耶穌對他們說 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神一直都在做事 他並沒有沉睡 他只是沉默不再講話 因為我講了你們也不聽對不對 所以我寫不講了 所以開始四百年後進入新的約定 耶穌是平安生命的主 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段 路加福音二章十四節 在什麼 神是包之處榮耀 歸於神在地上平安 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三章十二節 聖名將在他身上仿佛鴿子 形狀仿佛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所以耶穌開始降生 上帝也宣告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他 耶穌這一位愛子 他是榮耀歸於神這一位 他降世到世上來成為人 是神所喜悅的 他是平安的神 好再下來 耶穌的平安 新約 耶穌平安的應許 我們一起來念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了嗎 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示給你們 我所示的不像是人所示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 大缺 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神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負一切 感謝神 平安的約定 神 應許 他應許 給我們平安 但是我們要 復習 旅行 我們應該進的 約就是雙方 所以你要遵行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平安是 平安生命唯一的路 神不只是給我們平安 而且他給我們新的生命 《使徒行傳》四章十二節 一起來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釋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見著我 沒有別人 我從哪去去 耶穌重生 他是唯一 唯一 好 平安之約 神的 恩典救贖計畫 最後 耶穌定十字家 他的血成為 救贖的恩典 成為我們的覆蓋 成為我們的保護 所以耶穌最後是說什麼 成了 成了 整個救恩從創世紀到這裡 整個成了成就完成 但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怎樣 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職的名 很重要 就是這樣 神的救恩就是這樣 你要不要接受 他已經擺明了 沒有別條路 平安生命 唯一的路 我要問一下 我們在座弟兄姊妹 在座弟兄姊妹 你是木道友的 據說 據說你還沒有受洗的 還有還沒有受洗的 為什麼他是唯一的路 我們要來做一個 一個東西 這是 這是 神 起初神創造人的時候 按照他的形象照 所以他給人跟他是一樣 都是很潔淨的 我們請一位貓貓來幫我拿一下 好 可是人不聽神對不對 不信神的話 所以他吃了分別上二次的果 從創世紀開始 所以就進入人的裡面 然後從雅伯有沒有 那時候就開始 那個就開始殺戮了 然後開始說謊 我又不是在管我弟弟 我怎麼知道他在哪裡 就開始進入人的裡面 開始進入人的裡面 然後人就這樣 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不好 越來越黑暗了 整個在人的生命裡面 就越來越糟糕 好 越來越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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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養眾多 他要生養 生養 請問生出來的是什麼樣 一樣 一樣 一樣對不對 所以你說 沒有 我還是很好 沒有 生出來就是一樣 那怎麼辦 要改變我的生命啊 因為一樣的話 身在那個罪惡裡很辛苦啊 對不對 仇煩 憂仇 死亡 尤其要面對很多死亡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有人就說 哎 你看 宗教都是一樣的 你看 都一樣 這也一樣 對不對 雖然我們不是說 孔子孟子他們 在原則上 既恨者都有心 心裡還是有 不過我們原則上算他是聖節 好不好 你看 都一樣 信這個跟信那個 那麼一樣 怎麼有差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來一樣好 我來信這個 有比較乾淨嗎 有嗎 沒有 沒有 我會怕孫子 也會信這個 有比較乾淨嗎 沒有啊 一樣都是這樣 我信這個最多的 怎麼不一樣 試試試看 這樣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就是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看起來一樣 謝謝這位媽媽 看起來一樣 對不對 就是不一樣 所以上帝為什麼一直要統真 除了我以外沒有別條路 看起來一樣 就是不一樣 生命本質就不同 你就是要接受這個 除了基督耶穌以外 只有這條路 你可以靠著得去 他會讓你的生命變成 新的生命 可以重新 等到上帝 去分 好 我們一起來 嘿嘿嘿 嘿嘿嘿 平安的 唯一的路 但 既這些事 要叫你們 怎樣 信耶穌 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 信了他 就可以 因他的名 得生命 新的生命 耶穌 耶穌來 要住在你的心裡 告訴你 他掌管明天 給你平安 給你永遠的盼望 帶你走一條蒙福的道路 只要你願意 把仲代交給他 一切都會出現奇蹟的 你相信嗎 試試看 倒來就知道 對吧 你就去試試看 因為這是上帝的約 他告訴你的 他必須要完成 但是這個約是 你也要遵行 你應該要做的 就是相信 就那麼簡單 你就是相信 我們就不用懼怕 像我媽媽在癌症 那後面那幾年 他就說 每天都跟神打招說 主要我不怕死 因為我知道我要去哪裡 只要讓我不要痛就好 只要讓我不要痛 那我不怕死 因為我們知道 像我在醫院也一段時間 有信主的人 和沒有信主的人 在最後末了要走的那個時候 真的會不一樣 沒有信主的人會說 哇 那個什麼七八八 還是要來療 好不好 可是信主的他是像睡著 真的像睡著 像我媽媽走的時候 真的很像睡著 有的人走的時候 那個驚慌恐懼臉還發黑 所以上帝應許那條道路 你只要接受 就倒下去 你就是整個感病 你願意嗎 也許你信了很久 你只是理智相信 沒有從你的內心來接受 願我們在這個不確定的年代 不確定的人生的當中 我們真的是要依靠神 我們真的不知道 怎樣選擇是正確的 有個慕道朋友 他最近婚姻有些狀況 他就一直在那邊 早知道我就不要選擇這個先生 我應該選擇那個沒有早知道 很多事情沒有早知道 誰可以早知道 只有那個創造宇宙的神 所以當你要做任何抉擇的時候 你要禱告 你要禱告神 他會是你從裡面的平安 當將你的事交托 耶和華 他會顧念你 他是愛我們的天主 他甚至為我們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為了旅行這個月 為了旅行這個月 一起做個禱告 如果你願意真的從心裡來告訴神 告訴這位天父說 我願意接受我成為我一生的救助 我願意試試看 把我的生命倒在你的福杯裡面 讓我的生命改變 如果你願意的時候 請你這時候舉起你的手 舉起你的右手來對上帝說 說我願意 我願意把我的一生叫在你裡面 因為你從創世以來就一直愛不到人情 祝我感謝你 我願意隨機你的右手 很想說我願意 我願意承認你的保護 我願意接受你的決定 我願意接受你 為我在十字架上手握出的防水 祝謝謝你 謝謝你在一直永遠離開我 祝在這個不變的世代裡面 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世代裡面 在這個不確定的人生裡面 祝我們真的不知道明天的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明天就在你的手中 我們就是你的寶貝 祝你拜我們往前一步一步的走 祝謝謝你 謝謝你愛你 我們願意把我們一生叫在你的手中 祝我們謝謝你 祝我們一生成功的寶貝 好 放出耶穌基督的聖靈 Amen 請就忘了 謝謝吧 謝謝你 謝謝你